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我想向各位分享一下 马来西亚手套的出口 export的数据 这个当然是我指的是医疗手套 跟那个什么 latex 跟那个 手套吧 这个数字是从 1月 2020 到这个 6月 2021的数字 然后呢底下呢 是有 大多数的看水啊 我去把它整理了一下 大体上呢 蓝色的是 美国 然后这个 这个 呃 浪卡了呢 其实是其他看水 然后我们有 德国 青色是德国 日本也是在里面 英国在里面 加拿大在里面 荷兰在里面 原来 中国也是有 跟马来西亚进口很多的手套 中国也是有 但中国为什么他要进口呢 他自己不是有生产吗 呃 呃 这个大家去 去分析一下 为什么中国他要下马来西亚进口 ok 呃 然后这个是西班牙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Top 10 主要市场呢 才是 呃 美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荷兰 中国 还有这个 西班牙 亚 也就是 呃 美洲 欧洲 跟 North East Asia North Asia是赤子 日本 中国 跟Korea 呀 所以这些都是很大的市场 ok 中国 跟马来西亚入口的 ok 这个大家要记得 ok 还有些东西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Value呢 其实是 大概是起了5倍吧 起了5倍 而且是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的 直到大概是 4月的时候 就到 Peak 嘛 5月的时候 就跌下来了 5月6月是跌下来的 ok 跌下来的 这样为什么跌下来呢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马来西亚的工厂 手套厂 有这个MCO 啊 政府呢 只是允许他们 60%的 Workforce 啊 然后呢 大概是6月最后 最后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呢 而且也是被要求 啊 关这个手套厂 呀 所以呢 它的出口少呢 并不是因为需求少 主要是因为 我已经没有货源给你的 我已经没有这个厂量 我卖不到给你 我不是不要卖 我是我没有人卖 ok 这个大家要记得 这样我们大概大概是7月半的时候呢 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他这个 啊 需求有没有是真正的跌下来 呀 呃 当然 这个是Value嘛 所以它的ASP下跌 也是会把导致这个 总出口的这个数字 也是会 掉下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 呃 出口的数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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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主要还是这几个国家 记得我 我刚才讲的 中国也是有跟马来西亚入口的 ok 呃 而且是 十大 你说马来西亚 如果我们大概有输出大概去 十大市场嘛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 啊对马来西亚来说 这样为什么中国有出口手套 他要跟马来西亚买呢 大家自己去分析一下 呀 呃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下这个 呀 这个我也是把它整理了一下 这个呢 我就没有by country 这个我是by by region吧 ok 同样的数字 但是这是我把它分成 美洲 北美洲 这是北美洲 这个是欧盟 然后清澈的就是 North East Asia 据说这三个呢 就是主要的市场 大概占了差不多整 70%啊 70% ok 70% 呃 所以 除了美洲 除了美国之外呢 有德国 英国 英国 加拿大 所以这次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去 问一下自己 Supermax 他说他要在 加拿大 他要在英国 建 工手套厂 呀 为什么啊 如果现在在看回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市场呢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那边是 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很大的市场 呀 呃 所以 手套公司呢 的老板们呢 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呀 他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呃 那些 外面的人 呀 他们的分析 我跟你说了 手套厂的老板做了几十年 难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吗 他他要去外面的一些分析员 跟我们说他们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子做吗 ok 这个你们自己去思考一下 呀 ok 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 基本上呢 呃 北美洲 欧洲 跟 那个 日本跟谁 跟中国 火力是 首套出口的三大市场 ok 呃 出场 出口的 出场 出口的这个数字呢 一直往上 直到四月的时候 直到顶峰 五月六月的时候就掉下来 但是之前说到掉下来主要是因为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啊 啊 工厂他的这个 capacity 掉下来了嘛 你要 就算跟 就算country要跟你买的话 你也嘛 你也没有for给人家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中国 就去补这个 就去补这个 这个 这个gap 呀大概五月六月时候 如果你有去留意下 我之前讲的那个 美国进口的那个数字的话呢 你就看到中国在五月的时候是 啊 是增加很多的 啊 卖去卖去美国是增加很多的 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呀 啊 ok 呃 这样 两个月过后呢 我觉得两个月过后 马来西亚的这个 工手套厂呢 应该是 可以 又可以开始 fully utilize 啦 因为首相已经开始说要mco mco快要 呃 就快要结束了吧 yeah ok so 最后呢 就跟你们讲一讲说 我的数字是从哪里来的 就其次就是这个网站啊 啊 你们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去定格 自己去看一下什么网站 啊 然后方法呢 大概也是差不多 跟那个之前我讲那个 US DataWeb 把资料 撈出的方法是差不多的 ok 啊 这边我就不相信讲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人就 就随便去拿出字随便讲 你看你们自己去 你们自己去 去 去 去找出方法来 怎么去把资料 撈出来吧 ok so这个就是我个人的分享 我个人的判断分析 可能我是错的 你最好自己去找这个资料 呀 自己撈出来 然后自己再分析 呀 呃 呃 so这个不够成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